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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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最後一位演講嘉賓 徐雅寧教授來自於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學院 Teachers College 那不僅在研究院內有多年的自己的研修 包括教學的經驗 還有一點我非常佩服他 他在美國pre-k到十二年級 可以說是整個教學體系當中 都有著多年的經驗 而且他還在華爾街做過 他是第一個我入學之後我說 老師我很喜歡教學 但是我更喜歡主持怎麼辦 他跟我說那你就是主持吧 於是今天我可以站在這裡介紹我的老師來 讓我們掌聲有請詞阿玲老師 謝謝我的恩師有請 大家好 非常高興帶給機會 今天大家分享一起成長 像早早說的 早早是我前大概早早畢業兩年了 他是我在哥大的時候的研究生 然後呢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由一位名校教授 中國美國中學教師 常春藤家長的中部 我在哥大大概教了七八年左右 是專門在教育研究所當任教授 還有在學生做研究 也參加了亞洲學生的教授工作 所以對於亞洲學生的背景 還有我們家長的一些 或是迷思吧 我也很深刻的了解 像早老實所說的 我們在美國中小學也 全部每個那些都教過了 每個科目都教過 所以對於整個體制怎麼上來 我們怎麼樣培養孩子 進入大學 會從另外一個角度跟大家分享 另外常春藤家長 或兒子今年大學 大一升大一了 他已經入常春藤大學了 所以由另外一個角度 跟大家分享 很簡單的我的簡介 大家稍微講過一下了 最主要就是 在這麼多點當中 最重要的一點是倒數第二點 真的希望能跟家長 就像前面張傑校長說的 大學真的只是一個起點 絕對不是一個終點 所以最重要的是幫助 我希望能幫助到家長們 相信你們自己的孩子 幫助他們發揮潛力 成長茁壯 如果是做到這樣的基礎之下 學校的申請 那只是很自然的一個 很自然的進程 也會達到所謂的成功的一種定義 成功定義每個人都不一樣的 相信自己的孩子就是一種成功了 那我們直接進入主題 就是說大家可能已經有點了解這個流程 學校成績單 就像張校長說的 學校成績單是最重要的一環 最重要的一環 在美國有四年的高中 所以四年的成績單都非常的重要 接下來還有個人的自傳 入學考試 老師推薦信 課外活動 還有面試 接下來我會對於每個項目 都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然後最後會留一點時間 讓大家發問 學校成績單GPA 剛才有一位家長提到了 一個Bayside 然後一個如果是Sibenson High School 怎麼決定呢 大家想一想 那只是在紐約而已 才兩間學校 那如果說紐約的學校 跟夏二一的學校怎麼比啊 完全是怎麼樣讓我們 說你們到底 你招生官在看什麼 我不是跟大家講一下哦 其實我們招生官 我還蠻聰明的 我是怎麼意思呢 其實我們對每個學校 非常的瞭解 而且瞭解的程度 可能會讓家長嚇一跳 非常非常非常的瞭解 不但對於美國的學校瞭解 對國際學校我們也瞭解 對國際學校我們也瞭解 就是亞洲的學校 非常的瞭解 我們非常的知道說 同一個學校的孩子 普通的學校的孩子 九十分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點 加上一定要給我們 不要擔心的 我們非常的清楚 這個制度的運作 所以還有課程的選擇 還有說如果同一個學校的學生 可能說 假設我是APHONOR 我的頻率是九十分 我的同學他完全不選AP 也不選HONOR 他的頻率都是九十九分 怎麼看呢 我們也完全看得出來的 因為課程上會寫得很清楚 就是怎麼樣的課程難易度 然後教生官員對於學校的老師 校長其實我們都蠻熟的 所以請大家千萬千萬 千萬千萬要對我們有信心 還有AP和IB 是兩種蠻常見的選項 有AP的選項 就是所謂的Advanced Placement 那就是基本上是鼓勵學生 就是加上的有這個程度的話呢 你們可以拿這樣的課程 那拿這樣的課程 等於是向大學證明 你有這樣的實力 然後到了 如果你的成績考到某種分數的話 到大學可以比學分 IB的話 基本上是國際學校的 一種課程規劃 兩者非常的接近 都是屬於程度比較好的孩子 會上個課 講到這點的話 我就要跟韓人家長講一件事情 大家想到有AP的話 大家家長心裡怎麼想的呢 要多上 多拿好還是少拿好 請問一下 您問一下 請問一下 上一上的AP的課 質量一定要好 數量 多過多 重要的 因為我上過了 我覺得 我上了那個 也沒有一文學 而且我是兩年前才過 所以 我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我覺得 不再選擇 有一定的課程 也要看清楚 自己的成績 然後再去上 我們去 平均的數量 是的 非常謝謝您 剛才不是問各位家長的看法 既然這個答案 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不過這是正確答案 非常正確的答案 因為華人家長 會有個迷思 想說這樣子 是不是我們就要跟他們 證明我們能力非常強 是不是最好的 能上全部都上好了 一年上十課好了 千萬不是這個樣子的 事實上最近這幾年來 長春城的大學 對於AP 一越來越不看重了 因為他們發掘了 尤其是亞洲的家長 都只是華人吧 日本人 韓國人 都有這個想法 會盡量希望地把孩子推上去 所以黃金有很多補習班 因為我們住在Minhatton 前兩天 上個禮拜我帶孩子到Flushing 很少來 孩子他們 我先生他不會講中文 就孩子 孩子會跟我說中文 然後他們看著很驚訝說 怎麼那麼多補習班啊 好多啊 他們覺得還在那邊照相 覺得很特殊啊 因為在Minhatton沒有這種場景 所以說因為他們 我們都曉得就是亞洲家長 心情就是比較焦慮一點 還有就是亞洲的補習也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 非常走在時代的尖端 所以用APID課程可以把孩子推上去 所以近年來我們反而不看重這個東西了 因為我們發覺很多都是因為補習的關係 把它推上去的 自傳 有Common App還有Additional Assets 那Common App通常就是指說你可以寫一篇文章 那一篇文章來說基本上就是每個學校都可以用 然後呢 可是每個學校都有Additional Assets 給學生的建議就是你一定要很誠實 你一定要仔細地思考 把你這一生大概十六七歲吧 事情好好地想一下 有沒有什麼事情讓你覺得特別特別值得 就能代表你吧 不是給你有特別特別的一種醒思的空間 仔細地回覆你這一生 所以這個事情的話 你一定要仔細地思考 剛才在外面有家長跟我諮詢說 可不可以幫你 就是您可不可以幫他寫自傳 我沒有辦法幫他寫自傳 因為他的人生是他過的 我完全不知道他過了怎麼樣的人生 那所以千萬是不可以的 也許事實上家長必看 這不是你的自傳 你一定要放手 我在台灣的親子天下 有寫過一些文章 也有我的粉絲 也到時候可以給大家分享一下 寫了一篇文章 傳聞率非常地好 就是講到我兒子去年申請的時候 兒子去年十二年級嘛 然後他從九月份開始申請 到了十一年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 我不知道 我這些時間都不記得 就他要交卷的時候了 然後他是到交卷前一個小時 我才讀他的自傳的 為什麼這麼做呢 如果我先讀了我會有怎麼樣的反應 幫他改還有呢 請別人改 請別人改 我看了之後我嚇一跳 我跟他說你在寫什麼東西啊 你這個東西你也敢教 這什麼東西啊 然後看到之後還有錯字 然後我看到我看婚頭 我說這怎麼幹才好 然後錯字他必須 他說這個電腦沒有查出來 我說好緊張 電腦事實上不能完全新賣電腦的 所以他後來我們吵了一個小時 他就把那個錯字給了 因為錯字他真的是 他自己都笑了說是錯字 其他的還有十九個地方 他接受我一個小小的建議 接下來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沒有時間了 他就問我說你要不要我交啊 我只能說你交卷吧 我就不看了 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講這個小故事呢 倒不是說我特別放得看 我也很想看的 但我小的不能看 為什麼 因為以前我在做招生班的時候 尤其我專門讀亞洲學生的招生文件 如果是請外面寫手寫的話 非常的明顯 我甚至看過雷同的文章 就是所謂的留學公司幫你寫的 一看就知道就是名字換了 然後他的興趣換了 那種講話的口氣啊 用詞幾乎都一模一樣 我心裡很棒的孩子難過 因為他的機會就在這刻 已經完全破裂了 一點希望都沒有了 非常可惜 這個孩子可能是個蠻精彩的孩子 然後我還有看過家長 我幫他改的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十七歲跟三十七歲 跟四十七歲寫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的 你們逃都逃不了我們的法院的 一天就曉得你是中年大神 還是個青春少女 很明顯的啊 大家不要以身釋法哦 千萬不要做這個事情 有時候還會不小心 把自己的那種 買菜做飯的心得寫進去 那種我們都看得出來的 就千萬不要 把這事情交給孩子做 那如果孩子在美國念書的話 學校一定有consuler 學校是一定有的 信任他們 他們曉得怎麼做 他們曉得什麼時候該收 什麼時候該放 以家長來說的話 真的是 這不是你的自傳 如果您自己 對自傳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寫一篇 中年人的自傳 然後來申請我們的國事班 那可以 那請大家放手 標準考試 標準考試 基本上是ACT跟SAT 然後 SAT目前是新的一個 最近就兩年改了 就是買分是一千六百分 然後ACT是百分之三十六分 還有那個就是每科的考試也有的 最有趣的是二十一年才考很多很多次 那這個論在亞洲的做法不一樣 亞洲所謂的兩考或高考 或是直考 大概都是一年一次吧 基本上就是你考不好的話 你就完了 或是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 唉 有沒有比較好 就是 唉 跟他說人生就 就 我想不出話來 就是我覺得很悲慘的人生 就沒有了 在美國還鼓勵你一年很多次的機會 但是這不代表什麼呢 不代表要你每一次 他一發一月都會考一次左右 不是代表你一年 就是考十二次 好 為什麼不能一年考十二次 當然也沒有到十二次那麼多了 為什麼不能一年考十二次 為什麼不來多考幾次 謝謝你 再考成績也上不了太多 是不是 真的是這樣子 每個標準考試都是經過很嚴謹的設計的 基本上不太可能路差不大 所以你可以 通常我會建議考兩次 頂多不要超過三次 第一次可能比較緊張 你有經驗 第二次就差不多頂多到第三次 考十次考三次的成績不會更好的 而且 而且教授官看到說這個人考了十次啊 都幫他難過了 是不是 因為這蠻辛苦的 考到差不多四個小時左右 還是考出來臉色都是很難看的 然後 然後 就是選擇你比較擅長的科目 然後每個學校要求不一樣 有的學校是只有要求兩科 有的學校要求三科 或一科 近年來也是有一些趨勢的 有些學校完全不要標準考試 因為他們曉得這些標準考試 又來到亞洲的學生特別的考試 他們發覺成績很高進來了 後來呢 跟不上 跟不上 很多是這樣子的孩子 那跟不上其實 痛苦的是誰 是小孩子 他比如說休學退學 需要再招給學生進來 學校沒有 對學校來說差別不太大 但是對家長來說 是很痛心的事情 都不要說學費的浪費掉 那對孩子來說 自信心的打擊 可能是一輩子 對 然後當你跟不上的話 什麼東西就會跟著出問題 心理歧視還有呢 情緒的 是 心理歧視 情緒 情緒交友 全部會出問題 他會交不到朋友 情緒上會出現很大的憂鬱症 焦慮症 全部都會來 所以千萬請父母們 千萬要相信自己的孩子 學業成績 只是代表 是眾多能力的其中之一 完全其 我覺得在亞洲的家長 我覺得高工學校的名聲 高工學業能力 也是這個能力 還有好多的能力 這是其中一項 所以請大家真的不要 把這事情看得太覺得好像是 唯一指標這樣子 課外活動 好的 課外活動這個東西 也很多讓家長很焦慮 其實呢 美國這樣的設計 本來是希望讓孩子 自由正常地發揮發展 然後讓他們真的有時間休息 有時間從各樣的管道中發掘自己 可是然後很多家長就開始很擔心了 因為看到這個問題就覺得頭很大 大家有沒有家長想要跟我提一下問題 在課外活動的問題 請說 好的 我覺得這個課外活動太多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有點痛苦 好的 好的 謝謝軍備媽媽啊 課外活動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課外活動 為什麼要課外活動的設計 我們希望從這個窗口 看到這個孩子的靈魂 我們希望他除了學校之外 讓我知道你是個怎麼樣的人 所以呢 課外活動 其實美國的課外活動 我在亞洲也是很多學校的顧問 他們跟我說 通常在亞洲的學校 到了高二、高三 或是初中、初二、初三的時候 做的社團活動是一切怎麼樣呢 一切平址 就是大家有權力公的 好事就好 在美國 課外活動一直到你 最後一分鐘 都還在課外活動 所以課外活動 我們其實非常注重課外活動的 那假使說這位媽媽的問題 如果你覺得 跟孩子聊一聊 問孩子說 你現在目前這個樣子 你可以應付嗎 有些孩子應付得來的 有些孩子不是在課外活動中 得到的調劑 所以還是跟他聊 問他覺得說 你有辦法掌握那麼多事情 另外一個朋友跟我說 那麼多科啊 活動 覺得說 要吃那麼多東西 是不是 婚養力好大呀 還有暑假要安排那麼多活動 要是家裡經濟負擔不起 怎麼辦 然後就有人認為說 美國的這個 像我自己媽媽也很反對業的東西 她說 這就是為有情人設計的一種課程嘛 你有情就可以吃很多東西 我說真的不是這樣 每次都要跟他吵架 我說真的不是這個樣子的 在美國來說 像我一個同事 她是耶魯大學畢業的 她自己 因為家庭的關係 一方面也是 她對社會活動沒有太大的感覺 她高中四年都在採草莓 她是住在鄉下地方的 她住在田裡工作 她也上了耶魯大學 她的人生幾年就是在田裡面 也很好的 另外一個朋友 她的孩子上了MIT 她的孩子喜歡 專門喜歡幫別人 弱勢的小孩子補習數學 她高中四年 每個禮拜天都在禮拜 週末週六都是做這件事情 愛上了MIT 所以並不是要花大錢 才能使到很多才藝 而是對她那些孩子來說 這兩件事情 對他們人生是最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當有爸爸媽媽問我說 陳老師請問一下 我的孩子要學小提琴還是學鋼琴 我就很無解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 那小孩子可能根本不需要學音樂 是不是啊 還是跟孩子溝通 就孩子的靈魂是她自己掌握的 可是父母可以幫助她挖掘她的靈魂 所以這課外活動 絕對絕對絕對不是讓父母 覺得說上班已經夠累了 學校功課已經看不過來了 又多個課外活動 這不是要把大家逼死嗎 不是這個樣子的 那在學校來說 每個學校都有社團活動的 所以完全不需要花大錢 就是個什麼 那當然你的孩子有這方面的興趣和才藝的話 當然非常的鼓勵她去發展 事實上在美國很多的 下次我的下令我知道了 全部都有獎學金的 你只要能證明說 你是要財務上的幫助的話 他們都有獎學金的輔助 小秘訣啊 還要千萬不要猜我們希望什麼 孩子學什麼很見樂器啦 很見才藝啊 因為就有個朋友問我說 那學那個叫Piccolo 就是有很小很小的笛子 非常的小 但那麼小吧 她說這樣子一個交響樂團頂過兩個人吧 那小提琴大概至少20個人吧 那我這樣是不是比較有機會進去了呀 我說你孩子要選什麼大學你也不知道 他們大學有沒有拐繩樂團 你也會曉得 是不是 這才是有的吧 Piccolo全世界一起來招生的話 可能有一百個來招生吧 那一百個要選兩個 還是蠻難的 百分之二 是不是 那你說你孩子必須不喜歡選這種問題 他一定也覺得不好吧 那你 該忙什麼呢 所以千萬不要太想我們 你想要什麼 因為我們很聰明的喔 然後因為孩子 還是以孩子的熱情與道路為準 就是完全完全完全要聽眾他們的走向 這個世界太大了 不學音樂也很好啊 為什麼一定要學音樂呢 他以別的方式表達他的感情的 是不是 所以完全看孩子 也不要問我說一定要去學的 比如說大家都是學小提琴嗎 意思我去學一種那種鐵做的鼓有沒有 可以在地下體裡面打 用手這樣子打 你們大家看過在街頭賣衣那種 一樣 如果你孩子喜歡很好 但千萬不要 為了覺得說這個樣子比較好容易入大學 因為你完全不曉得我們在看什麼東西 推薦性 如果選擇老師呢 當然第一個要選擇比較好的良好的科目 一定是許老師的推薦性 也有學生家長來說 許老師幫我寫封推薦性吧 他們孩子我從來不認識 我不曉得怎麼推薦 完全不從 不知道怎麼推薦 完全不可以的 讓老師來推薦性的 那要怎麼樣選怎麼樣的老師呢 然後看好你的老師 像我就可能看好早早對不對 所以就要選擇看好你的老師 因為我了解他 那他也知道他也不夠 才有他的想法 他的優點我看得出來 他的缺點我也看得出來 當我們寫推薦性的時候 美國老師是非常誠實的 我們一些優點 我們一些缺點 不但我們不寫都不行的 因為教生觀一定會問你的 一定要你開始勾題目 如果我寫過太多推薦性了 讓你打發成績 然後有一些comments 而且我們寫它是密密麻麻的 通常我寫大學兩三個小 兩三頁密密麻麻 花我好幾個小時 我才跟你交出去 因為會關心到每個孩子 他的前途 所以一定要找到一個好老師 你覺得他了解你的老師 然後知道老師推薦性 一定要千萬要誠實 千萬千萬要誠實 第一個美國老師幾乎 都不可能幫你造假的 那我知道在亞洲會有這個事情的 我聽說是所有東西都可以 整套來幫你作假 包括學校成績 包括所有東西都 我聽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還假的 應該是真的喔 那這個東西呢 還是可以回到那句話 如果你孩子進到不合適他的學校 就像如果他跟幾個合適人結了 或是誰痛苦啊 他自己痛苦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回到那句話要誠實 面試的時候 面試是一種選擇性的 不見得是一定需要的 它是一種如果你要參加面試的話 做好充足的準備 然後誠實做自己 因為你完全不知道 他要問你什麼題目的 你完全不知道 然後我這樣講 後來兒子的情況好了 兒子去年就參加了考試 然後他那時候 就是所有的長城的大學 都來找他 後來他就有去參加個面試 然後我那時候 我想說面試 通常是校友來面試 因為他們希望孩子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認識學校 然後校友會提供學校一點 就是建議說這個孩子 假設我像我今年各大畢業的 你來申請我會開場 嗯 OK 這個孩子跟我在各大的學生 同學好了 就是孩子來馬 會不會融入我們的學校園 我們提供的校友們的角度來看 然後由你來跟我談的話 你就問我 我對我這個學校的看法 因為假設你到每個學校的網站看的話 老王賣瓜 四賣字對不對 一字賣字瓜 應該說我們需要好的不得了 可是從校友的角度來 你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這裡是美國人 我還是很佩服他們 我覺得他們很敢 很勇誠實地 把他們自己放在這邊 我們學校是這個樣子的 有缺點 有優點 仔細地考慮 在兒子之後去的 跟他面談了一個小時 然後那時候我們 晚上五點去的 然後還在很遠的 很深山裡面 我還得帶他去 然後那時候 去的時候他那個 他是第四位 那個 面試的校友已經 面試三個人了 已經過了三個小時 他是第四個 後來出來的時候 然後那面試官就出來 下午出來跟我握手 因為他是最後一個 他可能也累了 要回家了 就跟我握手 然後他跟我說恭喜你 我說哦 怎麼了 他就是 然後他說 我很少看到像這樣子的孩子 我說啊 謝謝你 然後我已經 混亂當中就走了 然後後來我就問兒子 說你們聊什麼 我說你們聊什麼 就大家都很想知道 你們聊為什麼對不對 他說我們就聊川普啊 聊了一個小時 那這個題目 你現在準備川普移民衣 對不對 你明年川普今天 說不定下台了 表示說就是提醒你 完全無從準備 他完全是看你 當場給你的對應 他看你的深度有多深 廣度有多大 他跟著你走 所以為什麼 像我們家的孩子 暑假一定放繩放養 絕對不准 不會去那錫班打混 絕對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你說那種深度廣度 在錫班也是 絕對不可能有的 你不會有的 你做什麼都好 你就是不能在學校裡 所以你看這個深度廣度 你要怎麼把它準備呢 你準備不來的 那兒子終於對方 他只是說 這個招生觀 他把Google一下 大概這個是做什麼的 只是這樣子 就完全不了解 就進去了 那他還問過兒子說 有那麼多長生的學校來找你 為什麼要學院的學校 那這個題目你要怎麼回答 沒有標準答案 然後呢 他問的題目都非常堅立 非常堅銳 而且問的時候 他往你無處可逃 他盯著你眼睛看的 你當時你在那邊打呼呼 打一些講一些奇怪的理由 因為Cover啊 哥達很有名啊 什麼什麼 愛爾諾貝爾獎啊 很多學校也有這樣子的條件 為什麼 以Prinston來說 哥達跟Prinston完全校風不同 他就被問到這題了 你為什麼要選擇我們學校 那這每個人答案都是不同的 所以呢 這個深度跟廣度 取決在家長給孩子的自由度 亞洲家長特別在這方面很難放手 那我自己看了一下 我有三個孩子喔 然後家裡有一隻狗 然後我說是博士是念了 生了三個孩子之後才去念的 所以事情多了一點點 那時候又在工作 全職工作 兩份工作 所以時間其實是不夠多的 所以給他們自由度就很大 必須放養 必須放生 我管不到的 對 可是也許是將錯就錯 所以反而我覺得 這樣子效果是最好的 就像你們種盆栽的時候 像是那個樹 你給它的土壤比較多的話 空間每個樹之間間隔大一點的話 樹自然長得好 要是你把它放在一個很小的盆子裡 每次有事就是拉拉它的葉子 調整一下它的質感 調整一下它的質感怎麼長對不對 然後每次都罵它兩頓 這個樹長不好的 所以還是請大家講說 你們要相信自己的孩子 好 就是 就是因為大家講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孩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應該有 十五分鐘的提問時間 好 然後跟大家分享 這是我的聯絡方式 我有個粉絲頁 還有個微信公眾號 微博還有知乎 那如果有什麼事情的話 可以E-mail 給我 應該有十五分鐘的時間 可以問我一提啊 好 相信大家都非常想要知道 呃 許老師的這個聯繫方式 那許老師已經先你一步都給你了 所以 嗯 公眾號我個人非常推薦 這個大家也是 跟我的老師有關係 這個公眾號裡面非常多的文章 看了以後你會很受啟發 譬如說我講一個例子 在我在歌大面教育學院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 許老師說 班上你作為老師 譬如說你在寫版書的時候 你寫好之後班上兩小朋友哭了 James說Sharon打他了 雖然說我沒有打他 他就是哭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去處理 就跟家裡面 家裡有幾個小孩子的時候 哥哥說妹妹打他 妹妹說我沒有打 或something like that 那要怎麼去處理 然後許老師當時教我們一個辦法 現在不講 你們去看公眾號 公眾號裡面都有 好 那有沒有現場的一些問題 如果有的話 我們大概有十分鐘的時間 所以可能我們可以接受 四到五個問題 那大家不妨抓緊時間 在那邊 在那邊 所以剛才說什麼都不要刻意做 不要去讀習慣 不要刻意去讀這個發展特別的音樂 那你覺得是應該怎麼過來 可以 好 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假設你的孩子 對音樂沒有感覺的話 就不要哭他 強化他去學校提琴或學鋼琴 所以我應該是這樣說 小孩子在學校的成績 看他的發展 那他的才藝方面 就是他所不喜歡才藝這個詞 才藝好像 I don't know 他應該是興趣吧 他的興趣 其實你能看得出來 他喜歡哪個方向 還有給他多一些機會嘗試 他慢慢就會抓出他的方向 然後讓他知道 他可以去試的 他還可以改的 他絕對有權利說我不喜歡了 重新來 那如果孩子什麼都不喜歡 就只要玩電動 OK 好 OK 玩電動這件事情 我是比較反對的 OK 那怎麼樣把玩電動這件事情 做回 他怎麼樣可以讓孩子 不願意不玩電動 大家還是看過我的文章 他們有很多這樣方的方法 告訴家長怎麼樣 布置一個環境 讓孩子不知不覺 就成長桌上 而且會走上你想要他走的道路 家長有小尖小炸的 我裡面有很多小尖尖炸的座 孩子都不知道的 譬如說徐老師 你可以分享一下 您兒子學小提琴那件事情 因為我給徐老師拍過節目 我們拍過教育類的節目 然後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在解開我的迷思 是的 小提琴 大家小提琴大概幾歲開始學 四五歲 四五歲 好的 有人三歲就開始學 有沒有也有的對不對 很小這樣子 我的兒子跟大家差不多 他是三歲的時候 加一 十三歲開始學 OK 那這件事情怎麼說 我也覺得很無奈的 實際上他小時候去學鋼琴 鋼琴也不是為他要學的 我自己是彈鋼琴 所以我買了一堂子自己彈 我彈他們就昏過來 一定要跟媽媽一樣 那就學吧 然後他學得還不錯 他被另外還蠻有感覺 後來到了十三歲那一年 很不吉利的一年 他就跟我說 他說你要學小提琴 我說什麼 我說 事情還不夠多嗎 是不是 要跟我搞這個事情 然後 其實他是 當十歲的時候跟我說 要學小提琴 四年級的時候 我說你哪知道小提琴是什麼 他說看到過了 看到了 我還不理他 然後我說過了三個禮拜 三個月 幾個月他跟我說 你找 老師把我找到的沒有 他說你真的要學嗎 他說真的要學 開始我想說可能是興趣吧 然後就沒有認真的學 沒有認真的找 是我的錯 一方面我也不曉得 怎麼找小老師 所以接下來兩年 全部浪費掉了 找到不好的老師 很可怕 到了十三歲年 你也才找到 比較好的老師 重新來 他第一次演奏會 跟著三歲一起 兩個都拉 吞口吞口 是啊 然後我看到我這樣好難過 我就哎呀 真是不好 對不起他 我問他說你會不會難過 他說哎呀哎呀是有點難過了 可是因為也許是這個樣子 也許他有危機意識 也許是他自己要學的 他就衝得非常非常的快 後來還得了好多個獎 然後他錄了音 蹭到各大也不得一讚賞 然後他完全不完全 不用叫他去練琴 完全不失搖 是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甚至有一次他高中考完非常的累 我想他考完應該再打電動吧 看電視吧 沒有 狂拉了兩個小時的小提琴 考完拉完還好開心 然後大學去 我說你小提琴要再去嗎 瞪我一眼 什麼問題啊 當然要再去 我老師都在找了 是他要做的東西 我擋都不能擋 對 所以應該是這樣說 第一個不要怕 募了他們孩子 也不要怕這個事情 孩子他們變化也讓我們很 我也讓我們很無言 很無奈 是不是 那可是呢還是相信他 是他要做的事情 他會找到他的出口的 是其實很正常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遊戲的設計師 叫有一款遊戲叫Minecraft 現在非常的火 他的一些遊戲的設計師 我有看過他們的訪談 其實他們最初是從自己的興趣發展而來 成為非常成功的遊戲的設計師 所以我想也許學老師要表達是 您不一定需要教育 給孩子一些發展的空間 是的 對 不曉得還有其他的觀眾朋友 有其他育兒方面的問題 需要請問的 你們的小孩都這麼好 都沒有問題了 還是太多不知道從何說去 好學老師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譬如說像現在升學的家長 他都會覺得說 哎呀我的小孩如果說進到學校之後 他學的這個專業 是我覺得以後不好賺錢的 是的 家長真的是比較實在 是為孩子好 你去念一個人類學 anthropology 你到底要知道要幹什麼 怎麼辦 那需要什麼用一些建議 好的 其實來說第一個 在美國來說 大一大二是不分科系的 意思是說其實十七歲的孩子 怎麼曉得要做什麼 再多的家長 你們曉得接下來二十年要做什麼嗎 也不是很清楚對不對 更不要就十七歲 所以我們在美國大一大二 不分科系 讓孩子多從選科之後 自己來決定自己的選項 就算是他選了說 人類學好了 像我的朋友 他也是各大的教授 他的孩子 當初也是完全跟醫科沒有關係的 後來決定要當醫生 還是轉過去的 他有這樣的手軟 OK 所以我覺得孩子 當他喜歡學用 讓大人不是很清楚的科系的時候 第一個我覺得說 在美國他的那種連接點 非常非常的多 很多人的anthropology 後來就當律師了 他對人類非常的了解 人類的奇怪的行為 是不是都很了解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呢 在美國很多的連接方法 可以引到別人去 而且以大人的角色來看 譬如說這樣十年前 要是看一個孩子在看臉書 你會覺得孩子在幹什麼 浪費時間是不是 現在來說 你要是不會操縱新媒體 幾乎活不下去了 所以當你的眼光來說 有時候實際上要寧思一下 還有您覺得現在熱門的科系 等他畢業之後 可能已經讀熱門了 過了二十年 可能十年也可能讀熱門 那你這樣的追逐 要追到什麼時候呢 所以還是一樣 大家不要慌掉 把自己定下來 你的孩子是怎麼樣的人 他的道路是怎麼樣的 他的路是他走出來的 所以不要擔心 而不是反過來的 你沒有辦法去猜想 將來這個社會 變化成什麼樣子呢 是的 就像學老師到現在 還在去念心理學 對 就一個持續的過程 對 今天心理學背景蠻多 現在我正式地 把它整理好這樣子 那這永遠永遠是學過完的 是的 好 我們今天時間的原因 我們學老師的講座份到此 也就結束了 謝謝 謝謝金老師 再一次掌聲送給大家 很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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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